就是我向她道歉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这么问你吧 如果她愿意带着女儿 跟你一起回到你的家乡去生活 你们可能挣得少一点 你还愿意要这段婚姻吗 我肯定会要这段婚姻的 肯定会要 女生是一定打死不会去她家的 你害怕如果在那个地方 你受到了欺负的话 就更加无依无靠了 对没有任何人帮助我 然后我跟她吵架 她妈妈 我真的哭 我就说我想离婚 但是不知道我孩子怎么办 她妈妈就说不要哭了 很大的声音跟我说不要哭了 我不想再这样了 那她母亲有没有说到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当你说到要离婚的时候 她母亲就说 叫我不要离婚 她不是不给钱 给我跟孩子吗 她妈妈给 但是事实上她妈妈就一直都没有给 就是她妈说到的很多话 其实一个都没有做到 她从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 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也没有给过孩子一分钱 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家庭在支出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不仅这样子 就在这一段期间 我还是不断的给她钱 不是她给我钱 好了 所以 为什么还要这个婚姻呢 可能就是害怕吧 觉得离了婚 不好 因为我 我的整个家族 基本上也是很多人离遇的 然后看到 他们的宝宝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然后孩子也不愿意回家 我觉得他们就是 我那些亲戚的孩子 我就很可怜 我不想 让我的孩子 走他们的老路 好 我要问的问题大概 就是这样 剩下的 我们来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 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女士 其实你的感受都是对的 她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感情 和爱在你身上 我知道 如果她对我有爱 她就不会一而之再而三的 在网上 约人吃饭 更能聊天 然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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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